因为台湾的年纪,设计师都非常年轻 我已经算是老一辈了 可是我才快50岁而已 所以我会觉得,其实我们大家需要 我会发觉 你们需要的可能不见得是设计师 因为你自己比谁都清楚你要做什么 如果你自己很清楚知道的话 你需要只是一个顾问 什么叫顾问?就是说 我现在要做的是这些 然后他会跟你对话 因为有时候我们会太 太专注在我们要做什么 可是你可能不见得知道周边的人 对这个东西的感受是如何 比如说,我刚刚我不知道 嗯,嗯,是 好,蛇雅 是,那你们已经做得很好啦 我觉得像,有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跟年轻人对话 其实跟设计师对话 你要换个角度 我就是在跟年轻人对话 年轻人可能什么都不懂 可是他感受的东西有他自己的主观意见 所以如果你跟设计师没有找到一个沟通的方式 的话 那你将来如何面对年轻的消费图局 所以,有的时候有一些部分也是我们的层见 就是说,我觉得应该这样 那我觉得这个时候 你就不需要设计师 你把它做出来就好 因为你在意的是自己的想法的表现 可是如果你觉得,我这个东西应该不错 我想听听年轻人的想法 想听听,听听,听听其他人对于这个东西 在生活当中听我的想法 那你跟设计师漫长 或是这个沟通的过程 其实就是一个前期的阶段 现在你要想,设计师懂不懂我的意思 而是说,这个设计师为什么这样子想 这个设计师为什么听不懂我讲的话 我们中间真的找不到一个能够平衡的点吗 可是这些东西 其实就是把我们过去的文化 跟现在可能新的年轻人 嫁接的一个调整过程 所以如果你一直想说 我是为什么不能跟设计师打成共识 那我觉得 这件事情会让彼此都在情绪当中 因为设计师也会想说 为什么你都没有办法接受我心的看法 彼此都各有主张 所以我说,如果你很清楚知道你要做什么 你就做 然后透过市场的部分去检验 大家是不是听得懂你说的话 因为我觉得各位清楚知道要做什么 你就是设计师了 我觉得你都就是设计师 尤其主张越强的 他就是自己本身设计师的成分就很重 所以你不要在意他是不是有挂一个设计师的头衔 你就要大胆的做设计师 然后承担这件事情成败的后果 那如果你现在要试着要跟年轻族群 或者更多的人接触 你可以找一个你觉得他听得懂你讲话的设计师 帮他聊一聊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过程一定还是会有摩擦 他会有一些观念的碰撞 可是与其在市场当中直接碰撞 还不如回到构思的阶段碰撞 了解一下年轻人是什么样的想法 所以我觉得有啦 我觉得这几年台湾的设计师也在调整 可是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我们过去经历那一段 所以他没有那个感情 像我们现在很多创新的东西说 啊我记得我小时候怎么样 你小时候是小时候是我们的小时候 不是他们的小时候 那更不用谈我们跟来自于中国大陆 来自于跟其他地方的观光客 来自于欧美 我们怎么样透过一个东西是能够跟人分享 这会困难度更高 如果我们跟台湾的年轻人都没有办法分享 那我们更谈不上跟这些人分析 所以我觉得跟设计师的合作可能真的很痛 不见得找得到合适的设计师 不见得双方做这件事情有共同的出发点 不见得大家对这个价值判断是一样的 可是我觉得只要要跟不同的人碰撞 说不定收获最大的是你 最后整理的 整理出一个可行的方案的可能不是设计师 可能是你 可是这样的碰撞是 我觉得是有意义的 那当然中间有些部分就是 时间啊费用啊 只要牵涉到设计费多少 彼此都有压力 设计师要觉得说 我一定要在一定的时间当中把案子结束 然后你也觉得说 我已经花这么多钱 我一定要有一个结果 突然发觉 大家其实 是在一个比较有压抑的情况 可是你可以先跟设计师交朋友 可以请他到你那边喝个茶 然后你带他桌边游玩逛一逛 然后你做的东西让他提供一些意见 我觉得台湾很多设计师是愿意这样做的 他们也没有那么功利说 你要问我东西我一定要赚终点 然后给你拿多少钱 没有这种事 可是你要先跟设计师交朋友 然后在这些设计师当中 你再慢慢去体会 这些人的想法跟你有什么不同 最后也许 一定啊 一定可以找到一个 你觉得那个 比较合拍的 那最失败的案例就是 你透过每一盒 透过每一个单位的介绍 我不是你自己去亲自去感受这个设计师 那每一盒通常失败 每一盒一定失败 不管他再有名 不管他 他过去有多少荣誉 不管他是有中文有创意 可是我们要找到 是应该跟我们 那个节奏相符合的人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去认识 即使麻烦 你可能要认识十个 才能把它找到一个 可是认识十个的过程当中 其实你就在 也在酝酿你自己 他也是有收获的 他不见得是 所谓的失败 所以 总结啦 找场合机会 去看展览 认识他背后的设计师 跟他聊一聊 邀请他到你们家去玩 先交朋友 就是这样子 然后再慢慢看 能够 日后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机会 可以掌声 那你有兴趣的话 你也可以邀请我去你家玩 各位收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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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